最近这个硅谷银行啊,这是牵动美国所有投资界人士的心啊,一天一个变化,现在周一啊,股市开盘了,开盘大跌,然后到后来联邦宣布保护以后呢,又有小幅度的上涨,就在昨天啊,我发完那个视频之后,有一家叫签名银行的啊,又宣布啊,是吧,被联邦强制性的给关闭了,是怎么回事啊,也是监测到危险了,这家银行的估值为1128亿美元,它的储户的存款为800多亿美元, 然后纽约州州长霍楚呢,就宣称啊,请求联邦的这个存款保险机构啊,就是哎,也接受这家银行,联邦目前呢,也把这家银行纳入到了保险机制,目前来看,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态势啊,就是为了防止2008年那样的金融暴雷出现,美国的金融机构啊,对这一次是保持着极高度的警惕,就是美联储这一次表示啊,就是有银行暴雷他们就接啊,包括这个联邦啊,联邦的这个存款啊,保护中心啊,就 或者你翻译成联邦存款的这个啊,保护银行就说有多少他们就接,然后拜登说所有的纳税人的钱都是安全的啊,他们会保护所有纳税人的钱啊,纳税人不会得到任何的损失,所有的钱他们都可以取出来,当然大家都知道啊,拜登的这个保证啊,目前为止来看,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一定太靠谱, 因为到时候你说他要真爆雷了,他怎么给你保证,他没钱了,他怎么给你保证,对吧,目前为止他当然是能保证的,那问题是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,我个人认为啊,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已经形成了,问题就是看你后来能不能接得住,啊,目前为止呢,现在呢,就是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啊,造成了周日的那一天,造成了挤兑性的恐慌,对出来了400多亿美元, 但是这个数字在金融产业内,它不算一个大数字啊,就是看周围这个这个金融机构能不能接住了,啊,目前来看联邦接的还是挺及时的,现在美国的这个金融保护机构就是发现你有濒临,就是破产的情况,他就关,然后关了以后,然后联邦就宣布接手,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挤兑嘛,因为他只要一接手,你的钱就安全了嘛,然后你就能取出来了嘛,大家知道金融这个东西玩的是一个信用体制啊,其实你说你一个银行的存款它有一万亿, 其实它放在账面上的可能它一千亿都不到,对吧,那你只要是能对出来,它就不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挤兑,目前美国是想靠这个东西啊,是吧,它这个啊,就是防止一些交易啊,而且美国这边联邦政府也公布了,他说他要啊,要严查着背后的不当交易,看是不是因为有一些不当交易造成了这一次事件的发生啊,然后硅谷银行呢,这次英美的金融机构采取的措施啊,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主动, 因为硅谷银行这一次宣布关闭啊,其实是啊,英美的这边的金融结构,金融机构主动介入的一种结果,就是它国家方面主动介入的一种结果,而且大家以后不要再说这个英美的国家它不会介入金融了啊,自从这个1929到1933年的这个经济大窍条以后,美国国家在关键时刻介入资本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啊,惯例或者一个常态,这你如果完全不介入呢,那就是08年雷曼兄弟爆雷的那个情况啊, 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啊,而且现在为止呢,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英国的汇丰银行,英国的巨头汇丰银行也介入到了啊,硅谷银行,英国的,就英国硅谷银行的这个里面,然后呢,顺利介入了它的,就是接下了它的这个产业,然后保住了数千家英国科技公司的钱,那目前来看呢,我个人认为啊,美国或者美联储,它会不惜血本的啊,去保这个东西,为什么呢,因为目前来看,如果可能 你要放在正常的情况下,可能这个金融危机就发生了,一个是它现在失业率还是比较低的,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呀,就是美国正值一个国运的关键点,就如果要是它爆雷了,那它在关键的国际对抗中,它就,它就败了,对吧,这是一方面,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,就是生化还残,美国现在三个地方已经出现了突破,包括你看它最近的AI啊,它的这个, 温室超导,当然有人说温室超导是假的,咱们不知道真的假的,有可能是假的,也有可能是真的,这这个咱们不确定啊,看未来半年有没有人能复制它这个实验啊,第一次它说的时候是复制不了的,这一次咱们不知道啊,然后还有就是啊,包括什么,它说的什么可控核聚变啊,什么点火成功,你甭管真的假的,骗基金也好,骗折纳也好,这都是一个增长点,包括马斯克提出的这些新能源,新技能发展,这都要钱, 那如果正值这个关键点,你说它爆了,你说美国将来,未来它在科技的这个制高点它能不能领先,这都不好说了,所以说目前我来看啊,就是美国的美联储和美国的这些金融啊,管制部门,它是不惜写本的,要控制住这里面所有的东西,而且我今天早上看股市的时候,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,看到刚开始是一开盘是大规模下跌,然后呢,这个标普一直跌到381刀一股嘛,啊, 然后这个指数啊,就标普500,然后后来又拉起来了几点啊,然后后来到上午就是我,我来给车换这个润滑油,换机油的这一刻,它又拉起来了一些啊,所以说我个人觉得,目前来看啊,就是美国的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它是接住了,但是第一块还是碰了一下第二块,第二块会不会再往下倒,把第三块碰翻呢,目前来讲我们不知道,往后看下面一个星期的态势吧,目前来看我感觉美国这边的金融, 是不是要出问题,因为这个咱们也不好说啊,因为硅谷这里面藏了多少雷,你说美国的金融市场藏了多少雷,咱们不知道,因为我个人觉得啊,这一次如果只要华尔街不动,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,还好,因为硅谷这边都是高科技公司,这边呢不占金融业的大头,金融业的大头在哪呢,在纽约,所以说签名银行的这个倒台啊,联邦一定是会去拖底的,因为纽约这边的银行是不能倒的,因为你知道美国的这个科技霸权在硅谷,但是钱霸子呢,主要还是在纽约这边,只要华尔街不动不倒, 美国的这个,他的这一套东西就能继续维持下去,但如果这边要倒台了,那可能整个美国的这一套他就玩不下去了,所以说我个人觉得,目前来看他是第一块接住的还行,不知道第二块第三块能不能接住,那有些朋友说了,那会不会,就是现在因为银行股遭到了恐慌性的抛售嘛,那有些朋友说他会不会就是出现连续倒20家,那我告诉你啊,要连续真倒二三十家,那他可能就真接不住了,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啊,其实这些公司他并不是不良资产,只是因为美联储最近加息给加了,因为最近这不是,你看这个疫情的这个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,因为本来啊,美国他没有那么多的不良资产,最近这几年经济还行,但由于疫情他疯狂的印钱,印钱就导致了短期内的股票上涨,但是呢他一直加息,加息加息加息,这银行升给加崩了,你知道吧,目前就是这么一种态势啊,所以说这升是美联储加息, 加息加出来的,所以说目前为止,你说这美国他干这些事,他怪谁,他谁也怪不了,他就是怪美联储加息呗,你洗劫全世界,最后洗劫,洗劫没别人咱不知道,他先把自己给加崩了,那你说后续他他要能接住啊,那美国可能这个危机可能能短暂的渡过去,他要接不住,那就等着雷吧,那就等着雷吧,大家一块玩啊,有很多朋友说这个, 张司令你担不担心,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是低于25万美元的,而且我存的是摩根纳通这种巨头,摩根纳通如果都倒了,那美国就完了,所以说那无所谓了,是吧,雷曼兄弟倒的时候也是只赔付50万美金以下,不过我猜啊,就即使是到08年经济危机,很多银行倒闭的时候也是小储户的钱都能得到赔付,大储户啊,钱都没了, 所以说,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,对吧,很多人说,那你怎么可以这样,那大储户的钱都不是钱呗,大储户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了,对吧,那影响我一个月洗盘子挣三千吗,不影响吗,影响我发日评挣一千,挣一千多刀吗,不影响吗,对吧,那都不影响我跟着担心什么了,是吧,很多人说你这是格局不够大,对,我格局不大,您的格局大,对不对,反正我的格局就是,我的钱受不到损失,我就不在乎,我的钱受到损失,也无所谓啊,银行里, 那些钱咱就当扔了,好吧,就当扔了,谁主要钱放银行啊,那不傻呢,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啊,金融危机啊,其实是华人发财的机会,由于华人手里有大量的现金,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啊,华人大量的就把这个钱,啊,现金拿出来,然后抄底了大量的房产,很多华人08年那波就是这么发起来的,所以说你们不懂经济危机咋回事,经济危机能波及到华人的其实很少,啊,算了,算了,不跟你们具体说了啊,波及的也是他们, 那些啊,上层的,搞金融的,大量的华人,其实因为上一次的金融危机抄底,那叫一个叔父呀,那时候你知道一通大号多少钱,8万,10万,就,我有的朋友一抄抄了6套,抄了16套,就,就这么抄,你知道吧,哎,所以说不说了,不说了,好吧,哎,这个东西咱们再说,啊,啊,行,那这期做到这儿啊,这期做到这儿啊,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再跟大家说,这期聊这儿,大家拜拜。 拜拜。